昨晚公布的美國CPI3.1個百分點 完全符合預期 可是美股的四大指數全數上漲 難道這意味著 台股也即將又要再創新高了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玉凱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美股 美股 來 各位 看一下四大指數 在昨天晚上 美國公布CPI3.1個百分點 符合市場預期之後呢 我們看費半率先過高 S&P500過高 NASDAQ過高 連道琼通通都改寫了波段的新高 3.1個百分點 坦白講算是符合預期 可是有沒有比想像中來得好 其實坦白講沒有 我們樂觀預期 原本是想說搞不好有些會看到2 有些會看到2.9嘛 對吧 這個我們講這個克里夫蘭聯儲 他的預估是3.04嘛 原本也猜測說 有可能會比克里夫蘭聯儲 預測再低一些些 結果沒有 最後還是3.1個百分點 符合市場預期 可是重點來了 如果說這個成績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我們講這成績單了不起 70分 沒有90分 沒有100分 可是都能讓美股創新高 那既然能夠創新高 說明市場已經對於 禮拜四的利率決議是有認同度的 講是講禮拜四啊 其實大概就是十幾個小時過後了 好不好 再過今晚12點的凌晨3點鐘 好 那除了不升息這件事情是市場的共識之外 其實也期待聯準會主席的鮑爾 在會後記者會會提出一些 所謂寬鬆的言論 目前對於降息的預期 最快有可能是明年的3月份 這個就是未來你需要重點關注的事情 因為我們講 來各位 資金是股市的萬靈單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過去四次 曾經實施QE的時候 QE1在09年的3月 QE210年 QE3 2012年 QE4 這疫情2020年3月 我們看一下 第一次的QE呢 漲了3666點 可是因為它的基準點是在4300點 所以呢 漲幅是84個百分點喔 4000多點漲到將近8000點 這個漲幅是有84%喔 這是加權指數喔 QE2呢 比較少 漲了863點 可是呢 漲幅也有10% 各位 你不要說10%也就一直漲停板 加權指數的10%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好嗎 加權指數漲10% 一堆股票是飆一倍 好嗎 來 第三次的QE呢 7313漲到9122 漲幅 這個漲點是1809點 漲幅呢 2乘4 又20幾% 最誇張的是這一次 COVID-19爆發的時候 從8523點漲到180026點 總共漲了9503點 漲幅是111% 台股是漲翻倍啊 漲翻倍啊 平均漲幅57.8個百分點 各位 QE是什麼 還有印象嗎 量化寬鬆 量化寬鬆最主要有兩個政策 購買債券以及降息 你錯 你聽到重點了 購買債券以及降息 你聽到重點了 如果禮拜四 鮑爾對於降息鬆口 台股是不是又會噴 重點是在會後記者會喔 如果鮑爾在會後記者會 對於降息鬆口 台股是不是有機會再噴出去 那這個是今晚喔 那如果明年再降息呢 明年確實確定實施降息呢 年終的預期再降息呢 台股是不是還有得噴 這不就對了嗎 各位 既然資金是股市的萬寧丹 那麼 如果降息已經是漸在弦上 我們講基本面有了 資金動能也有了 那麼行情當然就有囉 各位這三句話一點都不假啊 你知道當基本面有了 資金動能也有了 如果籌碼還很漂亮會怎麼樣 行情只會更誇張 什麼樣的籌碼叫漂亮 散戶不敢買 大戶在裡面 對吧 最好股市裡面通通沒有散戶 全部都大戶 這最會漲對吧 散戶敢不敢買 你看看你 看看你身邊的人就知道 現在你們敢說 我要壓身家進去買牌股嗎 這應該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AI股在瘋狂的時候 這是你當時想做的事情 絕對不是現在的你的心態 對吧 那大戶有沒有在裡面 我教過 大戶有沒有在股市當中 有一個最簡單的判斷依據 看高價股 我們就來看高價股好嗎 先從股王看起 市新今天再創新高 各位啊 市新3650塊了 我從什麼時候開始提醒你了 8月份啊 1700多塊啊 1800好不好 翻倍了沒有 市新這種高價股都翻倍了 好嗎 創意 上上禮拜有沒有跟你講 創意市新的那樣股要必買 創意強不強 也很強吧 力旺 也創收盤新高囉 力旺創收盤新高囉 聯發科創新高了 聯發科800鐵資深到現在呢 漲得超過150塊啦 不是嗎 M31也創新高了 先講這五檔 因為這五檔是我們有的股票 再往下看呢 各位你會發現高價股 還不只這五檔耶 信華 準備要來跟這個股王做比拼了 他也創新高了 曾經的股王 他也創新高了 翔碩也創新高了 普瑞也創新高了 星象也創新高了 這樣講十檔高價股耶 檔檔都在創新高 你覺得大戶在不在裡面 所以各位 當資金有了 資金動能已經有了 籌碼也足夠穩定 足夠漂亮了 你還有什麼等待的理由 再過十幾個小時 就是利率決議 本來昨天我說 這個最好賺的機會呢 總出現在 不確定性消除之前 雖然這個是今晚明成的事情 明年開判已經來不及了 可是就像我講的 如果明年開始是降息循環呢 明年開始才是降息循環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這也都還是不確定的一件事情 不是嗎 不確定性的一件事情不是嗎 也許明年降息循環開始之後 台股會漲到一萬九千點 漲到兩萬點 因為資金動能就是這麼強嘛 不是嗎 那請問你 如果明年的展望有機會來到一萬九千點 來到兩萬點 請問你 現在台股也才一萬七千四百多點 會高嗎 所以不要覺得不可能 不要覺得不可能 我再送你一句話 股票市場千萬不要自我設限 股票市場不要自我設限 過去的三十年 一二六八二都是台股的終極天險 沒錯吧 一二六八二在過去三十年 你很常聽到這個數字 因為這個是三十年來台股的終極天險 可誰能想到 現在台股動不動一萬六 動不動一萬七 萬五都覺得跌慘了 對吧 你能想到現在台股會跟港股黃金交叉嗎 各位港股以前動不動兩萬多三萬 所以股票市場千萬不要自我設限 今天報爾會講什麼 我很期待 尤其我要告訴你當心一件事情 很有可能今晚過後 爆賺的機會又要來了 所以在上半段的尾聲 帶來這首五百的衝衝衝 好不好 衝衝衝 鐵出心心向前衝 衝衝衝 不要懷疑太高尚用 衝衝衝 衝衝 照尊到你的心中 醉味蕾 當初堅持的理想 你當初進入到台北股市 你的理想是什麼 賺大錢不是嗎 現在機會來了 你還在想什麼 進廣告 只要講到航運和AI 這兩個讓散戶痛徹心扉的兩大產業 我先講我的看法 以航運來講 最近因為是巴拿馬運河的乾旱 刺激運價上漲 剛好現在又是聖誕節前夕 所以很多人為了趕交貨 非常願意增加成本 可是這畢竟是一時的議題 而且不是沒有替代方案 各位你巴拿馬運河不走 走蘇伊士運河不行嗎 只是說現在蘇伊士運河 走蘇伊士天數會比較長 然後還有戰爭風險 可是它仍然有替代選項 它跟前幾年的疫情不一樣 各位前幾年2021年的航運股 為什麼這麼強 那是供需問題 因為疫情 疫情大家對於商品需求提升 同一時間缺工缺料缺貨櫃 需求提升供給減少 才會有這樣子的榮景 可是現在僅僅是一條巴拿馬運河乾旱 能夠讓航運股充返榮耀嗎 完全不OK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 除了長榮有細唱之外 你真的航運這麼好 不該陽明是這樣吧 不該萬海是這樣吧 對吧 好那再講AI 明年絕對是AI的主流 可是就像我昨天說的 你能確定明年漲的還是伺服器嗎 你能確定這些老AI股 偽創廣達這些的 明年還會是主流嗎 AI的趨勢沒有變 但是局勢是改變的 今年的AI股 靠什麼 靠誰 靠灰達混飯吃 可是自從超微加入戰局之後 自從這個灰達比較偏向往大陸出貨之後 不再是灰達獨大龍 而且超微晶片還比較便宜 現在甚至連微軟都開始做AI晶片 微軟現在要介入AI晶片找誰 找台廠合作 找台廠合作 直接社會變成誰 各位直接社會變成ASIC這些廠商 台灣最擅長的部分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 為什麼世心這麼強 為什麼世心可以從8月到現在 短短4個月的時間翻一倍 為什麼 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為什麼創意這麼強 技術領先 富爸爸撐腰 不是沒有道理的啊 我告訴你還有一家 比較容易被忽略的 有錢有技術 聯發科 好不好 為什麼聯發科今天可以創新高 沿著月線往上攻啊 有錢有技術 他也是ASIC啊 最近呢 最近開始炒Wi-Fi7 也有他的份 所以我認為聯發科破千叫做基本的 聯發科破千是基本款 甚至有機會挑戰前高 前高在這 1215 有機會挑戰前高喔 好不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無敵 美人魚裡面有一首歌嘛 無敵是多麼寂寞 好不好 好冷喔 來 各位 無敵連掌三支 好冷門的股票啊 以前不冷門喔 以前那個上學帶一個無敵電腦磁點 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 好不好 以前有這個無敵電腦磁點 這個掌上戴這麼大台 有這樣子一台用來學英文 那才是fashion啊 時尚啊 可是坦白講 現在的無敵 你說基本面喔 我找不到可取之處欸 我找不到可取之處欸 可是它就符合一個條件 起漲第一支 有沒有看到位階低不低 有沒有看到起漲第一支 它就符合這個條件 起漲第一支後面帶兩支 欸 這就這麼簡單 我說過操作這就這麼簡單 股市跟時尚相同 抓住流行趨勢就好了 你只要有這個敏感度 你只要知道現在流行什麼 現在市場喜歡什麼 現在容易漲什麼 這樣就夠了 就是這麼簡單啊 各位無敵起漲第一支 那一天被你catch到之後 後面不就帶兩支送給你嗎 重期不是也是嗎 起漲第一支在這裡嘛 創高拉回一下 馬上又噴兩支上去 不是嗎 好 台陽我們也來看喔 各位 起漲第一支在這邊沒有錯 然後創高拉回 今天馬上又收個紅K 在這個跳空缺口這邊 馬上又收個紅K 這如果手穩了又噴上去了 這只要守的人又創新高拉 不是嗎 所以昨天我講說 在這個地方 他只要沒有拉回到3637 這個都還算是 你不能定義他為突破失敗 這裡他都還有救 他這裡只要手穩住 再往上隨時有機會過高 好 那這個老AI 我跟你講老AI很多股票 我認為現階段 它是籌碼偏亂 比較沒有上漲的動能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檔有機會的 今天這檔股票 我看到一切的生機 音業打 來 各位有沒有發現 音業打也是什麼 底部起漲第一根 對吧 70幾塊修正到40塊 這夠低吧 你說偽創我們修正很多 那你要看他起漲點 他其實沒有修正很多 可是音業打呢 70幾塊修正到40塊 這算很多 這個叫底部起漲第一根 我覺得至少它符合現階段 標股的樣貌 可是我還在重申 起漲第一這件事情 從10月我們開始運用 對吧 從陽智 然後到後來的這個 經理科 經理科我們也賺130% 再到最近有神盾 對不對 神盾主要創新高 加上集團做讓 反正節目上 我都跟你分享過 最近我們節目有講到的 有帶到的 有分享到的 起漲第一次的股票 經理科最高 可以掌握到145%的價差 去頭去尾 賺100%行不行 恆大對不對 98% 去頭去尾賺70%行不行 富頂鳳凰給你去頭去尾 賺一根漲停行不行 反正節目分享過的股票 我都幫你列表 但是這個選股邏輯 它不是萬用的 選股邏輯不是萬用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股市跟時尚是相同的 它會有流行的時間 現在起漲第一支 符合現在的盤面 現在盤面 標股樣貌長這個樣子 10月到現在都適用 可是它不會一直適用 它不會一直適用 那種比較偏向 技術面的選股規則 比較適合短線 有一些不能買 回檔不能接的股票 最特地吸引你 像恒大 這邊一鼓作氣賺夠一波 各位 起漲第一支之後 後面再六支漲停板 賺夠一波就走人了 拉回這邊 完全都不用練戰 不用想說 我第一波沒賺到 我要賺第二波 不需要 不需要練戰 可是年底 你還是要有一些 比較長波段的佈局 你要開始佈局2024 你要開始佈局2024 就像昨天我們講 來 雅翔 昨天創新高 雅翔的初次分享 來 各位 看一下多少錢 117元 當時的10月23號 117元 我說過目標價在這個地方 目標價快到了 昨天已經173了 從117到173 目標價快到了 已經漲五成囉 這種股票 你買拉回的位置 各位 從10月開始 買拉回創高拉回創高拉回 你買在這種位置 你買在這種位置 怎麼樣都賺錢 對吧 來 開個這個 你買在這種拉回的位置 拉回的位置 拉回的位置 怎樣都賺 就像我昨天講的 這麼多這麼多的機會給你買 120 130 150給你買 你都不買 拉回給你買你都不買 你自己不想賺我的怎麼辦 200元目標有沒有機會 我跟你講機會很大 機會是非常大的 同樣以台積電的工程設備商 各位 你看一下那個 2404 漢堂 今天還在創新高 陽機工程 今年還在噴 那你有沒有看到 漢堂200多 陽機工程300多 壓翔100多 最低價 好 那另外一檔 最近最多人來問的 紅寶 我跟你講 紅寶也是買明年喔 最近好多人好緊張 連續這麼多跟黑K嚇死人 好緊張跑來問 我先告訴你 紅寶現在在抵兩件事情 11月營收 衰退碼 還有籌碼太亂 可是這兩件事情 會不會影響明年的獲利 這兩件事跟明年獲利有什麼關係 現在籌碼亂跟他明年賺多少錢有什麼關係 11月營收不好 跟他明年獲利有什麼關係 這兩個短線上的利空 反而可以讓你買更低啊 差別就差在哪裡是最低點 有些可能150去買的停損了 140去買的停損了 130去接的 也許你今天看到125就停損了 搞不好已經停損了 所以我常講 買點 買點已經決定90%的成敗 買點已經決定90%的成敗 可以買的更低價 何必多花錢呢 可以買便宜 何必多花錢呢 不過最低點在那裡 不用猜 你想知道哪裡是紅寶 最佳的承接價格 你直接來問我 我們廣告會有0800的專訊 或者加入我的LINE 線上對話都可以 LINE在這個地方 直接掃個QR Code就可以了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五路財神 好 五路財神 來 各位 紅海 紅杰科 茂達 威盛 中華 這個一個多月了 這個五檔股票我們看了整整一個多月 竟然還有人來質疑我 這個漲幅都隨你講啊 對不對 勝率都隨你講啊 這是隨我講嗎 首先我重申 這五檔股票 我在11月9號 中市的logo我可以隨便放嗎 這個LINE的標誌我可以隨便放嗎 你現在在看的不就是中市LINE嗎 好不好 中市LINE在11月9號 我在我的節目上公開的 不會按計算機也可以看K線圖吧 紅海我買在11月9號有問題嗎 買在他被查碎 股價被低估的時候啊 紅杰科在這個地方 買在他剛剛突破頸線的時候啊 多頭確定啊 不是嗎 創高拉回側一次頸線就噴出去了啊 現在不是賺錢嗎 茂達 11月9號在這裡 買在他剛剛發動 準備起漲的時候啊 威盛 買在主力這邊洗一次盤洗兩次盤 我告訴你們送這個位置多漂亮 各位就這個點欸 就這個點欸 起漲點欸 主力洗了兩次盤 這邊上去洗一次 上來洗一次 在這邊大家都不信了 重新回到這條關鍵價位 噴 準備再次發動噴 一噴就四支漲停板 不就是如此嗎 中華還在創新高 各位11月9號在這裡 這一天喔 你注意看一下喔 他連錢高都還沒過喔 可是他營收這個時間 你已經開始暴衝囉 這也是漲明年的題材啊 你11月9號沒有來索取的 最後我在節目上 一檔一檔完全公開 請教你這個績效有什麼問題 反正怎樣你沒賺到就是問題 你沒賺都是問題 對吧 就像昨天說的 你10月9號沒來索取 難道我節目上沒有在後續 一檔一檔幫你追蹤嗎 我就講中華 我就講中華 來各位 這一天中華有沒有看到 殺這一根下影線下來 當天有沒有跟你講 測試支撐啊 100元支撐測試成功了 拉下影線上來啊 送分題啊 各位 百元支撐 我在這一天 這一天哪一天 11月20號告訴你 好 你看中華 11月20號這一根 我告訴你這件事情 到後面有沒有回答 有沒有這邊101元讓你買 有沒有這邊到12月4號 都還有101塊讓你買 買完再噴上去耶 各位 所以選分析師很簡單 好不好 很簡單 我希望你就照著這個理念 來挑選分析師 健不健康看報告 好不好 看你的體檢報告 力不厲害看績效 力不厲害看績效 我是全台灣唯一 公開送你無檔股票 勝率100% 每一檔都上漲 而且績效也超過100%的分析師 好嗎 來 各位 很多股票你都錯過幾檔點 那我說過 你要明年開始 你要開始買明年 你要開始買明年 有一檔 來 我們暫時做個蓋牌 有一檔股票 我節目上其實常常提到 只是30分K你可能看不出來 好不好 這一檔股票這幾天也在回檔 我昨天才去拜訪 不得了 明年的獲利 將近是今年的一倍 新產品新應用 那趁著這幾天回檔 我這樣算一算 如果明年可以漲一倍的EPS的話 至少還有五成到八成的上漲空間 這也是這個禮拜我們重點不絕的股票 有興趣的朋友直接來找我 好不好 最後再帶給你的好消息 哇 慶祝台股創新高 也慶祝我們的中華雅翔 平創新高 同時歲末年終要到了 好久沒有推出活動了 來 各位 年終感謝季要來了 好嗎 年終感謝季要來了 感謝大家這一年來的支持 最好的優惠 好久 電王帝 所以年底我們推出最好的優惠 做一個壓軸 好嗎 因為這個物價都在漲 通膨對不對 所以明年起我們也會全面漲價 可是我告訴你CP值只有更高 因為這個漲價的部分 我們會增加幾位這個研究助理 務必要讓我們的績效更好 勝率更高好不好 年終感謝季 一年來最好的支持 最好的優惠 就是在這個壓軸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透過我們的LINE 直接來線上做一個詢問 或者播打我們0800專線 我們節目到這邊 明年見 拜拜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